大家好,我是阿妮,欢迎回到人生启示录 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段很有意思的人生真言 想分享给大家 它是这么写的 许多人喜欢遇知明天的烦恼 想要早一步解决掉明天的问题 但是如果明天有烦恼 你今天是无法解决的 每一天都有每一天要教的人生功课 努力做好今天的功课再说吧 不知道大家看到这句话 是不是也有一种当头伴鹤的感觉呢 我们总是时时刻刻都喜欢将力气耗费在未知的未来 却很少全身关注的享受当下 其实我们都忘了 真正的快乐和满足不是在以后 而是在此时此刻 今天我想与各位分享一则关于我在当下的奇葩小故事 有个小师弟每天早上负责清扫庭院里的落叶 清晨起床扫落叶实在是一件产事 尤其在秋冬之际 每一次起风时 树叶总随风飞舞 每天早上都需要花费许多时间 才能清扫完树叶 这让小师弟头痛不已 他一直想要找个好办法 让自己轻松些 后来有个师兄跟他说道 你在明天打扫之前 先用力摇树 把落叶通通摇下来 后天就可以不用扫落叶了 小师弟觉得这是个好办法 于是隔天他起了个大早 试清的猛摇树 这样他就可以把今天跟明天的落叶 一次扫干净了 一整天小师弟都非常开心 第二天小师弟到院子里一看 他不禁傻眼的 院子里如往日一样满地落叶 这时师父走了过来 对小师弟说道 小孩子 无论你今天怎么用力 明天的落叶还是会飘下来的 小师弟终于明白了 世上有很多事是无法提前的 唯有认真的活在当下 才是最真实的人生态度 活在当下 是一种全身心投入人生的生活方式 当我们活在当下 而没有被过去拖后腿 也没有被未来拉着我们往前使 我们全部的能量都集中在当下这一刻 生命也因此具有了一种强烈的张力 这就是使生活丰富的唯一方式 今天的故事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活在当下 对你而言又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到影片留言区 留言告诉我们吧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